一来一明明可以功斗成功 可以享福 为何还要选择自尽 怎么了 是因为不喜欢吗 拽飞下线就好像换臂壮观一样不可理喻 明明都退休了 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难道就非死不可吗 拽飞的一生可以总结为 唯粉悲惨的追星路 辛辛苦苦打工的驯马女一招被皇帝砍上 成为大胖局华为后宫生活的调剂 就像你在你的岗位上 拿着可观的固定工资 工作还是自己喜欢的 公司还报时速 每天上班还能和老板的帅弟弟聊聊天 突然有一天老板的秘书告诉你 因为你PPT做得好 大老板又直接收了你当小老婆 本来你可以攒点钱 混到退休年龄直接出去养老的 结果被判了个无期徒刑 还必须得跟老板的弟弟说拜拜 主要是老板是个岁数50家的糟老头子 也不怪叶兰一心太直接炸了 这服务给你要不要 然而拽飞就是在爷们 那也有异谋的时候 恰恰此时果子李胖剑 发挥了自己鼓励师的作用 自此拽飞活着就有了新的理由 既然王爷要我好好活着 所以大胖局死后 拽飞大仇得报 自由的驱马女自然不会困住自己一辈子 一兰一也就再也没有什么理由 可以支撑她继续活着了 其次一个理由就是甄嬛 其实拽飞的离世是在缓缓意料之中的 其中一个小细节就是 魏林向甄嬛做工作汇报的时候 提及凝贫频频繁进口朱砂 和安玲蓉专攻的暖情香 甄嬛并没有过多的惊讶 只是默许了拽飞的行为 一兰一也是在用这种伤敌一线 自损八百的方式下 一步步掏空了大胖局的身体 其次就是因为甄嬛 可以说叶兰一下死手 其实是缓缓推动的 当时双双子让大胖局起了疑心 又被加入屠龙战队的拽飞救下 而后就被告知双生子的真实身份 当时叶兰一看向甄嬛的眼神就不对了 那是充满了光呀 就是因为甄嬛是果子里的心上人 拽飞就能加入甄嬛战队 现在郑主的孩子就在叶兰一手上 那他肯定会豁出命去保护 而作为直接屠龙的暗杀二人组 屠龙战队的内部人员 一兰一包含所有的秘密 是不能让甄嬛放心的 事后为了不让世袭败露 很有可能也会秘密处置掉拽飞 一兰一也会意识到这一点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 下去陪果子里去了 为什么说虫儿非死不可 他就不能狗到大街局吗 作为甄嬛传里唯一的小太阳 可以说方唇一的出现 像个暖手宝一样温暖了甄嬛的人生 当时美姐姐被陷害假运 甄嬛战队不太乐观 即使是刚刚向四大爷推出了 新出的安小鸟套餐 大胖局也是没多久就吃你了 于是虫儿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虫儿刚进宫的时候才14岁 先不说心里是不是已经发育成熟 基本的常识有没有被教育好 导致虫儿前期对于成亲的感觉 一直都是过家家 而后在面对四大爷和甄嬛 那种亲密的相处模式 也没有吃胃 而是当起了粉头子 当着帐主的面客起了CP 对于各种解释虫儿是否单纯的解说 我更倾向于充儿对于夫妻关系的了解 仅限于家中的父母 还有姐姐姐夫 所以才看到甄嬛和大胖局如此甜蜜 她没有吃醋 而是惊喜的发现了相同的地方 并做起了对比 就是这么一个天真浪漫 小孩子新兴的小姐姐 也不怪四大爷有猎奇心理了 方传一刚开始喜欢甄嬛的一大原因 就是因为缓缓的东西好吃 而就是这么一个后宫里的清流 却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那就是身处大胖局的后宫 要是方传一的性格放在小绿江 高地也得是个小天文的女主 后宫之中那心眼子可不少 再加上传儿那个颜值 可是被华菲定位过小狐妹子的 就算传儿在后宫里面 像梅姐姐一样不争不强 也保不齐会有破产姐妹之类的来骚扰 再加上传儿的嘴实在是没个把门的 自己是寝室的事 那是想说就说 万一当时隔枪诱饵 或者被有心人听到 估计到时候完蛋的不止传儿一人 估计甄嬛也得跟着手牵连 所以方传一这种新兴的人 要想活到大结局是很困难的 就算没有被华菲弄死 后面纯元故意事件 甄嬛这个金手指不在后宫 他作为甄嬛一派 很难独善其身 就算大胖菊喜欢他的纯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纯儿也很有可能会变成第二个齐尔哈 到时候大胖菊会不会对纯儿再说一遍 粉色娇嫩 你如今几岁了 所以纯儿被华菲所害 消亡在最美的17岁 对他来说反而是个好结局 毕竟后宫这个大染膏 都能把玲珑那个青春小鸟给污染成一个毒妇 纯儿要是活到最后 心性会不会转变 还真不好说 原来玉嬛能在被流放时保住清白 不仅靠果子力 他们也有助力 我就说这个世界没有女孩子根本不行 虽然果子力在真家被流放的时候 帮助玉嬛免受摧残 但是当时的果子力只是一个闲散王爷 在朝堂上都不一定能说得上话 银骨塔位于现在的黑龙江 天高皇帝远的 老时期的帮助只能说杯水车心 但是美姐姐和静飞不一样 那是直接了当的保住了玉嬛的清白 当时甄嬛刚得知 她是选项E 她是plan B的事实 被刺激到早产 请看到这里的家人们 在公屏上打出佩渣男 为早产的甄嬛讨个公道 缓缓生产的消息传到梅庄的耳中 我美姐姐凡事只要和她的皇儿有关系 智商力减80% 梅环CP上大分 梅庄当机力端就要去找大胖菊 大有四大也不来 她就把人直接滴流过来的架势 幸好被静飞劝住 这才保住了胖菊对甄嬛的部分好感 你自己强求着让皇上去行不通 最起码得让人心甘情愿的去 梅庄是恩宠为奋徒 但此时此刻 胖菊的垂帘正是甄嬛最需要的东西 只有甄嬛好过了 真假才有可能免受流放之苦 虽然最后没能逃掉 但梅庄竟非此举能为她博得片刻好感 也算是帮玉嬌博得一线生计 让大胖菊手下留点情 其次就是梅姐姐她弟是几周邪灵 从三平五关 手里有兵有拳的那种 对于流放这件事 肯定比果子黎说得上话 梅姐姐要是浅浅的试用一下金手指 保护玉嬌在流放路上不受欺凌很容易 可是边地苦寒 玉嬌还是养成了刚烈的性格 从剧版可以看出 可以看到徐璐的装造 不像其他高门大户的女子 她的额头变角都有好多的碎发 可想而知 在宁古塔把玉嬌伪装成一个男孩子 会安全的多 不得不说装造老师有心了 而大胖菊在听完玉嬌的试剂后 非但没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亏欠 面对小姨的真情流露 这活跌的自信立马来了 哦 她跟我说这么多 她一定是喜欢我 呸 渣男 一心儿玉嬌反应快 直接靠着一段罐口 妻子论 直接把大胖菊化疗到失恋 这才躲开了四大爷的荼毒 喝圣贝冷 成了甄嬛传为数不多 感情没有瑕疵的情侣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保姓们还有啥想看的 记得到评论区里留言翻牌